DEPLOY YOUR OWN SPOT CLUSTER IN FOUR MINUTES USING SBT 我是KKBOX的P-Shen 這個Token我們主要的目的是想要來分享我們在KKBOX做的這個Tool 叫做Spot Deployer 它是一個SBT的Plugin 如果有人不知道SBT是什麼 SBT是Skala官方的Project View Tool 它有點類似Java的Maven 可以幫你處理Project的Library Dependencies的問題 目前大部分正式的Spot Project都是用SBT來Build的 OK 然後我們這個Tool目前已經正式在KKBOX使用 我們每天都有很多的May Reduce的Job 是用它來啟動的 然後它也是百分之百的Skala Code 那到這個地方建議各位就可以直接拿起你的手機或是筆電 直接去搜尋這個GitHub上面的Project 然後可以的話幫我們在右上角的星星按一下 感謝各位 好 然後我們這個Tool想做的是很單純 就是把Spot丟到Amazon Web Service的機器上面跑 那Spot是類似Hardo 但是速度快非常多的Big Data運算系統 好 我們想要給各位的體驗大概像是這樣 首先你會寫你的Code 這邊我們只考慮用Skala和SBT做的Spot Project 因為這是Spot最正統並且我們認為也是最好寫的方式 寫完你的Code之後你會Compile 並且把Assembly變成一個可以跑的Job 再來你會Create你的Cluster 翻譯的機器都開起來 然後把Spot關進去 然後你就會拿你第二部拿到的Job 把它丟到這個Cluster上面去跑 那它開始運算之後 就很多沒Reduce的Job 等你最後拿到你要算的東西之後 你就可以再DestroyCluster 把你的機器全部都關起來 讓它不要再繼續收錢 那就是大概是這樣五個步驟的流程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目前有哪些Solution 可以幫大家做到這五個步驟流程呢? 我們這邊就提出三個 一個是Spot他們官方提供的Python script 叫做Spot EC2 然後第二個呢 是Amazon的Elastic MainReduce的服務 簡稱ENR 第三個呢 就是我們自己寫的Spot Deployer 我們再來會比較一下 這三個Solution使用上的差異 並介石說明為什麼 我們會想要自己Build Spot Deployer這個工具 OK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Spot EC2 右邊是我們剛剛說的五個步驟 那我們呢 首先很抱歉的是 前面這兩個步驟 不管你用的是什麼Solution 我們都只能用SBT來做 因為只有SBT 它可以看得懂你的Code 並且幫你Compile 還要處理Dependency的問題 OK 那後面呢 是CreateCluster跟DestroyCluster這兩步 我們就可以用18EC2 它有相對應的指令可以呼叫 那中間的SubmitJob 我們需要用SCP和SSH的方式 把你Compile出來的Job 丟到Cluster上面去跑 好 好 那這幾個步驟呢 它都有相對應的指令 我們就可以看看說 我們把這些指令 如果全部串在一起 它大概會長什麼樣子 這邊給各位看 大概會像是這樣 可以看到有相對應的SBP SPA EC2 SCP和SSH的指令 那這邊呢 各位都不用看懂 我們想要強調的是 這個指令很長 所以呢 你應該不會想要每次執行的時候 都自己打這一大堆的東西 也就是說 我們可能會需要 一個像MAC File這樣的機制 來把這些指令 全部整理在一起 讓你可以每次呼叫的時候 會比較簡單一點 好 那18EC2使用上的架構 大概像是這樣 我們可以從這邊就看出一些 我們覺得不太好的地方 例如 除了SBP之外 我們要多裝一個東西 叫做18EC2 並且還要隨著它的版本更新 再來呢 就是我們需要自己設計 跟maintain那個MAC File 這個MAC File 你需要隨著你的quadget 要帶來帶去的 而且它可能不是那麼好寫 因為你需要做一些變數的處理 或者是去handle 18EC2回傳的指令的結果 等等的 OK 然後呢 那18EC2還有一個問題是 它的啟動速度比較慢 我們實際測試的話 大概需要20分鐘左右 才可以幫我們Cluster開好 那但是 EC2是一個小時算一次錢 所以我們就一半的錢 直接花在只是開機器而已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前面有這些缺點的話 那Amazon的EMR 會不會就表現得比較好一點呢 一樣 我們來看右邊的這五個步驟 那一樣很抱歉的是 前面這兩步我們還是只能用SBD來做 但是EMR有一個好處是 後面的這三個步驟 它都有相對應的指令 可以來幫你完成 好 那我們就來再比較一下 EMR的指令 如果我們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會不會比較短呢 很抱歉 沒有比較短 而且你會發現最後一個指令 我還沒有辦法全部寫進去 但是有一個好處是 各位可以看到 除了第一個是SDD之外 後面全部都變成EMR的指令 它會比較統一一點 所以 因為這個指令還是太長了 所以我們還是會 用一個MAC file 來把它包起來 然後EMR架構大概是像是這樣子 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一些 我們覺得不太滿意的地方 例如說 除了SDD之外 我們現在也還是要多裝另外一個東西 只是它變成是EMR了 那我們一樣要設計 跟Mathane那個MAC file 再來呢 就是EMR它上面的 Spark版本其實是比較舊的 目前應該是1.3.1版 但是實際上Spark已經到1.5.2版 而且1.6.0也快要出了 再來呢就是EMR它的 使用上的限制會比較多一點 它會規定你只能開某些類型的機器 現在如果我想說我要開一個Cluster 然後上面每台機器一開好 就有我灌好的 例如說某自Python的程式的話 EMR就比較難做到 那綜合上面種種覺得不方便的地方 我們就提出一個idea 既然SPT它自己就是一個很強的BuTool 那我們為什麼不讓它Pandle 所有的Dirty War就好了 所以我們就設計出了Spot Deployer 它的架構就會像是這樣 我們一樣是這個步驟 但是呢 只要一個SPT 我們就可以做好所有的事情 你不用多裝任何其他的東西 前面的兩步一定要SPT 但是後面的全部步驟 我們也都幫你做完 OK 那我們可以再來看一下 Spot Deployer的指令 它全部加起來大概是什麼樣子 剛剛各位記得前面兩個solution都是滿滿的一整頁 但是在我們這邊呢 只要這樣 就簡單的三個指令 第一個是Spot Create Cluster 那後面的二個代表我要兩個Worker Machine 那中間呢 Spot Summute Job Spot Destroy Cluster 我相信不用特別解釋 大家就知道我們要幹什麼 OK 很見解 那我們就可以列出一些Spot Deployer的優點 例如說跟前面相反的是 我們只要裝STT就好 你不用裝任何其他的Tool 就可以使用Spot 然後呢 我們也不用讓你自己去設計那個Meg5 所有的邏輯 我們在Plugin裡面都會幫你處理好 你只需要給一些基本的變數設定就可以了 然後就是使用上很簡易 各位可以看到前面那三個指令 你只要揮那三個 你就可以跑Spot的程式了 不用去擔心說 我Spot要怎麼設定 機器要怎麼開啊 或者是有什麼東西要調 那些我們都幫你處理好 那可以讓工程師更加專注 在他真正要寫的Meg2Code上面 好 然後是我們的啟動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我們實際測試的話 大概是四分鐘以內 就可以把一個Cluster開好 並且因為我們是用平行的方式啟動 所以 理論上來說 如果你要開更多機器的話 還是可以在四分鐘左右就完成 那另外一個我們有支援的就是Dynamic Scale Out 這個是說 如果你的Job跑到一半 你覺得它速度太慢了 那我們可以支援說 我在臨時加個五台機器進去 它就會馬上把這個Job的Loading 分到那五台機器上 讓它的速度會直接就變快這樣 你不用整個Job重跑 那最後就是Flexible Design 我們可以支援讓你用自己Build的Spark Turbo 或者是你想要指定 譬如說剛剛我要開某一台機器 上面就有灌好的某個Python程式 這樣也是可以的 還有一些零零種種的其他設定 我們都放的比較寬一點 讓各位可以自己去Hack OK 那我們這邊就講一下 要怎麼用我們的這個Tool 首先呢 你需要一台機器上面有灌好Java SBT 還有Explorer下面這兩個環境變數 這個是有點像是進入AWS的鑰匙 如果有用過AWS的服務的人 應該就會知道 OK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用一個影片 來秀說剩下的步驟是怎麼樣 這邊我們就直接開一個空的資料夾 叫做JCconf 然後我們進去之後呢 就先開一個檔案 它是在Project這個Directory下面的Plugins.sbt 好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去我們的GitHack的Project 下面的REME這邊 有一行可以直接Copy 把這一行貼進來 這個是說我要叫SBT去把SpotDeployer這個Plugin 拉進來 後面是它的版本 OK 那這個檔案這樣就結束了 然後呢 我們需要開另外一個檔案 是叫做SpotDeployer 它是SpotDeployer的設定檔 那一樣在REME的最下面這邊 我們有一個Example 可以直接Copy 把它貼過來 那各位可以看到有一些是那個 緊緻號開頭的 這些都是Optional的設定 你不要給它也沒有關係 就把它這樣留著 那其他的設定呢 會像是一些Cluster的名字 或是AWS相關的資訊 還有你的機器的Type要是什麼 那我們就 根據我這個實驗的環境 我調一下相關的設定 因為我們是在Private的內卧裡面做測試 所以我們需要把下面的三個設定打開 那如果你實際測試你是在Public的話 你就可以不要管它這樣 我們把相對應的ID貼進來 我們把相對應的ID貼進來 OK這樣就OK了 這個檔案結束 那我們現在這個Project裡面 就有SpotDeployer的Plugin了 再來呢 我們就當場寫一個Spot的小程式 來測試一下 一樣我們Rimi上面這邊都有範例的code 可以直接扣幣 這部分你就完全不用改 都照貼就好了 它是一個Spot的官方的esample 它會用蒙地塔羅的方式去計算拍的值 大概是多少 這樣 我們就一樣寫了上面的Builder.spt 然後把另外一個Main.scala的檔案也貼過來 一樣在這邊就可以Copy 貼過來 什麼都不用改 就存檔就好 好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直接打Spt 它就會開始去掃你這個整個資料夾裡面的Project設定 然後把相關的Plugin跟Library全部都拉進來 裝好 裝好之後呢 它會進入一個Spt自己的Console 在這邊 在這個時候各位就可以直接打Spot 然後按一下Tab 它就會秀出所有Spot Deployer有支援的指令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看到有一個指令叫做Spot Project Cluster 就是剛剛說的那個 就直接執行 它就會開始先啟動Master 然後再啟動所有的Worker 我們可以看到它在開Master這台機器了 那這邊因為要等一分鐘左右 我就把時間跳過 它成功進去機器裡面之後 就會把Spot的Table直接抓下來 然後把它設定通通調整好之後啟動 OK這邊就開好了 然後再來它會把所有的Worker一起打開 這邊因為是平行執行的關係 你可以看到一二一二兩台Worker是交錯在硬直音 那一樣我們跳過等待的時間 那一樣我們跳過等待的時間 可以用另外一個指令叫做Spot Show Machines 就可以看到目前Cluster的狀態 可以看到有一台Master兩台Worker 還有它的IP位置 那中間有一個網址呢 我們可以直接貼到Browser 就可以看到那個Spot Master的UI 它會秀出目前整個Cluster的狀態 可以看到有兩個Worker在這邊待命 OK那我們就可以直接用Spot SummitJob這個指令 把我們剛剛寫好的那個算拍的程式 丟上去跑跑看 它會自動幫你compile你的Code 然後Assembly之後 上傳到Master上面去執行 OK這個時候就開始跑了 好這邊就跑完了 各位可以看到這裡的印出來 Pi is roughly 3.1417904 這是執行的結果 那使用的情境大概是像這樣 那當你已經跑完沒事做了 你就可以再用Spot Destroy Cluster 來把這個Cluster的機器通通關起來 OK OK 等一下看一下 好 那demo大概是這樣 最後就是 還是一樣就是歡迎各位來我們的Github Project 看你還是要Report Issue 就贏我們的Github Channel 或者是Send一些Pool Request 我們都很歡迎 好 那大概是這樣 看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邊問一下 就是有用過Spot 可以舉手 就是大概多少 OK 好像不到一半 那有用過SDT的呢 也差不多 好像是有用到Spot就會用SDT 那個請問一下 就是 那個你自動Deploy的 是Stand alone的 還是可以Deploy 我們用的是Stand alone版本 對 所以那可以根據設定檔 去Dependency要嗎 你說的是調整成 就是下一個在版本 對 目前沒有 但是 我們有一個Branch 在Github上面 是有提供的 但是 因為那個部分 我們還有一些Bug在處理 所以 而且我們主要用的是Stand alone版本 所以沒有推到Master上 不過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最後如果夠穩定的話 可能就可以加入這個設定 好 謝謝 不好意思 我想請問一下 整個流程裡面 有包含測試資料 怎麼把它丟上去 這個部分嗎 測試資料的話 目前是 因為我們的使用情境 都是把 所有Input Data 放在S3上面 我們就把S3 當成HDFS再用 所以 應該會用另外的方式 去把它上傳到S3 對 然後在 你的Call裡面 就直接指定說 我要從S3的那個位置 去讀取這樣 最後應該會考慮 就是 可能可以用一個 就Local Mode 就是讓你可以 你甚至不用開機器 你就可以在你自己的筆電測試 Future Work 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剛才說 用就是 原來的Spark EC2 它在開機的時候 會花很多時間 嗯 然後 因為透過 你這樣開發的 那個Deployer 它開那個 Cluster時間會減少 想知道 有點好奇說 為什麼 這兩邊的差異是在哪裡 謝謝 可以請你分享一下嗎 有一個原因是 Spark EC2 他們開的版本 裝的東西比較多 對 他們會 他們除了用他們自己的AMI之外 他們要裝 比如說HDFS 或者是要 裝Ganglia 那些東西 但是實際上 你就會發現 它的Ganglia 從某一版之後 你就永遠開不起來 所以它裝了 然後它的HDFS 很小 你如果真的要用 也根本不能用 所以就是多浪費很多時間 再做一次 我們就把它通通都拿掉 只裝最基本的版本 這樣 我們 就最後 我們再用一次那個 熱烈的掌聲 再謝謝我們的Fish and Tsai 為我們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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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